又看電視 又看什麼 在奧運 咦 你知道 你比較支持在哪裏國家 或者在哪裏地方 中華 非常好 中華 香港 有人會問 究竟我是一個香港人 還是一個中國人 中國人非常好 簡單來說 你會不會說自己 我出去跟人說是原港人 我會是水邊圍村人 不會的 你一定是說大谷口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定會說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香港人 位於香港元朗區的一間中學教室中 一堂主題為我與國民身份的課程正在展開 觀看奧運短片 看圖識別名人 分析歷史圖表 講解隨堂作業 對於剛剛升入路德會 西門英才中學中醫年級的先生們來說 這堂步入中學的第一課 讓他們感受頗深 在這次課堂裡面 我學到很多是尊重各界的東西 還有我都意識到我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而不是香港人 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都有去看這個東京奧運會 當我看到在堂上面領獎的是我們中國人 或者香港人的時候 我感到很感動 因為他們為國家付出了很多心血 才可以獲得這面獎牌 在這次學蘭發生睡座一面 我也有捐過錢 雖然我捐過錢是不多 但也算是一份愛心 希望可以幫到他們 在這課堂 我是要學到 要怎樣去尊重我們的國家 香港的那些年輕人 大學生 覺得他們都挺壞的 因為他們是在破壞香港的設施 亦都是在破壞中國的明星 因為我們國家很多人在努力發展這個國家 現在國家科技又很好 現在經濟方面都是很好 都是因為中國的某些人去成就了這個一切 這堂課是路德惠西門英才中學自主開設的學科 生命教育科中的一節 從2014年設立至今 課本全部由在校老師親自邊寫 一邊寫一邊教 旨在引導學生正確認識自己和國家的關係 培養其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作為該科科主任的黃韵山 一直教14年 多年的教學經驗告訴他 除了老師的教授 引導學生積極發現和獨立思考 也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環節 剛好就完了奧運 所以我也都由奧運出發 他們去看的時候問他們 你最留意是哪個國家 他們自己都會說 我很留意中國 為什麼 因為他們第一 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一分子 另外他們也看到 中國人在運動成就方面 不比其他歐洲國家一樣 甚至是很強 一直都遙遙領先的 在這個掌拍說 這些都是由他們自己去發現 從而去幫他們去 糾正他們自己 可能以前一些錯誤的觀感 讓他們知道 原來我們中國也是可以很強 用這些方法 由他們自己去發現 好過我們自己去講 2019年的修例風波 暴露了香港在國民教育上的缺失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 一指出要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 國情教育 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在香港特區政府緊鑼密鼓 落實國民教育 即國安教育的進程中 路德惠西門英才中學 可謂是個先行者 環顾校園 國風國學隨處可見 教學樓裡更設有多間 中國傳統文化專門教室 從筆墨指宴到風物擺設 都是校長簡家言 親自採購佈置 其工程之龐雜 作建其良苦用心 全民有一個固定的時間 固定的地點 固定的內容 固定的教材 固定的思維取向 要給他們 你要去想 你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那個意義 非凡 我們的小朋友 經歷了過去 香港那麼多不同的動盪 到處很多聲音 現在很清楚知道 你去靠哪一道 對於我們小朋友 整個人的身心靈的發展 肯定是一個正面的影響 這個是涉及到小朋友 是整個人的成長 整個家庭的成長 整個社會的成長 整個國家的發展 甚至國家在世界上的位置 隨著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 國旗及國徽條例等法律相繼修訂 學校也立刻將相關內容 增補進校本 生命教育課 讓簡家言被感振奮的是 如今這套校本 在所屬辦學團體香港路德會的支持下 正與出版商洽談出版事宜 出版後的校本 將有機會供全港學校自由選購使用 也意味著有可能影響更多的學生 那套書我們其實是 由認識自己開始上學期 下學期主要是認識我們的國家 譬如香港 在國家 是一個甚麼位置 譬如香港 回歸之後的香港是怎樣的 回歸之前的香港也是怎樣的 加上不同的活動配套 讓我們的同學能夠經過我們在課外 和課內的一個相結合的一個引導 來認識自己的祖國 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認同 剪家言歇然表示 自己切身體會到香港教育風氣的日新月異 並坦言這與教育局的導向息息相關 他樂見諸多辦學團體 在政策指引下走向正確的方向 並感嘆意義重大 其實教育局就是我們辦個團體 或者學校的一個指揮棒來的 它的指揮棒向哪一處 我們就向哪一處去搖擺 很清楚的 它指向我們要重視國民教育 我們很自然就重視國民教育 這個指向是很重要的 甚至我們在無論我們的年度計劃 我們日後的學校的活動 甚至我們教師的培訓等等 只要教局有指引下來 我們就會跟著做 這個意義重大